今天是8月25号 我来到贵阳北站充电庄这边 贵阳北站充电服务中心 这里面有两个网约车的线下网点 T3出行线下服务中心 边上就是贵阳北站 我来要过去处理一下注册账号的事情 我是8月2号的时候就来到了贵阳 办这个网约车支给证 我是足足的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一开始是要去办居住证 我刚来到这边嘛 又没居住的地方 然后就拿朋友家的地址到派出所 办了个居住证 居住证办出来过后 然后提交资料 线上审核查询下 看三个积分周期内有没有那种 违规的或者中大交通事故 以及9加R一次性扣12分等等这方面的证审 证审过了之后 在微信小程序上报的名 考这个自给证 报名费488块钱 然后学习了大概五六天的时间 就每天看题 这样子 到最后约约15号的时候 开始约约18号 那个时候没约上 后来只能约23号的 所以说 这个正是23号的时候考出来的 考出来了过后 我就注册网约车的账号 然后也是收到很多方面的原因 上传资料过方面等等 足足等了两三天 今天中午的时候 我还去了线下那边提交资料 然后他们工作人员现场上线 所以说你比小看跑网约车其实还挺麻烦的 一系列的手续相当的多 从明天开始 我就可以正式出去跑车 然后先看看 后期我会继续分享跑车的一些相关的东西 给大家细细观看